接下來我們講解一下題目 來 右途中 紫北征通電後指向哪一方請你 有沒有看出來 這個線是立起來的 立起來的 然後彎著立起來的 然後池針放在下方 第一個你看得懂這個圖的意思嗎 第二件事情這個圖上面已經寫好東西南北了 老師說有東西南北的用東西南北回答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講話是立起來然後往上彎 過去 彎過去 所以我的手 這樣子比 立起來彎過去 這樣子比 來試試看你有沒有比出來的樣子 大部分是朝你 朝裡面對不對 入紙面子 那入紙面什麼方向 入紙面什麼方向 西方 所以大拇指就是N級 所以朝西方 他就是問你紫北嘛 N級就是紫北級 人家沒有錯 就是朝西方 就是朝西方 你的考試題目絕大多數都是問N級 但是有人就故意考你 S級 所以其實你太清楚 他聽到你問的是N級還是 S級 S級 我的大拇指的是N級 N級在裡面 OK 所以N級朝西方 肩轉 N級指向西方 好 然後這裡呢怎麼辦 這個磁性 當然這兩個磁性 不同對不對 一個N一個S對不對 OK 那問題誰是N誰是S 你可以挑A來看 你可以挑B來看 挑一個看就可以 你看看 然後我挑B來看 挑B來看 電流有從正流過來 然後在我面前 喔 由上往下流 面對我的是由上往下流 面對我朝下流 所以你的手伸出來 面對我的是要朝下面流 像是B 那大拇指是N級 那B是在屁股這邊 尾巴這邊 那大拇指 屁股這邊什麼級 S級 所以 B就是什麼級 S級 那如果B是S級 A是什麼級 就是N級 所以B就是S級 A就是N級 你也可以去比A來知道也可以 沒有關係 答案會是一樣 這就是 我們簡單的例子 要你知道誰是N誰是S 然後N會往哪一邊偏 好那換各位來練習一下 這個 這裡有一個spatial的地方 什麼叫spatial 有一根石針是放在螺線管裡面 那你要怎麼想這件事情 有幾種不同的想法 外面這個詞針 我假設 我假設 我的 右邊是N級 那你可以有一種想法叫什麼 同名級相似 一名級相吸 所以如果這個螺線管的右邊是N級 他就要把S級吸過去 那 B就是哪一級 B就是N級 OK嗎 一種想法 第二種想法 就是 磁力線 如果我的 右邊是N級 左邊的級 外面是N到S 裡面是S到N 然後磁力線的方向就是 或者說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N級的受力方向 我的磁力線切向左邊 N就表示N級要朝左 N級要朝左 那你就會知道方向在哪裡 或者 剛才在裡面怎麼辦 那裡面就是怎麼排 我們前面講磁力學術的時候 我講過嗎 NS NSS 左邊都是N 右邊都是S 你就知道 到底哪一邊N哪一邊S 就是剛剛講過 類似我剛剛講的 同名級相似 異名級相吸的想法 你有兩種想法可以知道 哪一邊是N哪一邊是S 一 同名級相似 異名級相吸 內部就是 都是NS NS NS 擺到好好的 大家的都是左邊是N級 右邊是S級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磁力線 知道NS之後磁力線呢 磁力線畫一畫 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然後你定完 A跟B是什麼級 警車站接問 帥哥男30 30 A是什麼級B什麼級 SS級B是 N級很好請坐 來安培右手一擺 擺完什麼意思啊 左邊是N級 右邊是S級 那個 線圈向 10吧 左邊是N右邊是S S 如果你根據同名級相識 E名級相吸 那怎麼辦 B會被N吸過去 所以B什麼級 S級 然後裡面大家 NS NS NS的擺 左邊都是N級 右邊都是 S級 所以A就是什麼級 N級 或者你看磁力線 磁力線是外面 N到S 所以外面 N到S 切線是朝右 所以N級指向右邊 所以左邊是什麼級 S級 裡面是S到N 然後呢指向 左邊 所以左邊是什麼級 N級 左邊是N級 這是按照所謂的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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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的寫法 這是按照所謂的 同名級相識 一名級相吸的寫法 你也可以用磁力線來看 都可以 這就是 我們的 鏈 看到他的 N級 跟S級 OK嗎 OK OK